回此外套男子是汽车驾驶 警方前往处理车祸事故 他有点如朋友居中缓和 撞击的地方在车门 因为他路边停车突然开车门 刚好经过了林姓女骑士撞上摔车了 从驾驶座开门的时候 没有注意后方就直接开门 那我老婆就直接撞上去 车祸发生在1月13号 苗栗竹南火车站附近 女骑士下班骑车返家 撞上突然打开的车门造成了脚踝骨裂 2月份驾驶还主动联系 但是伤者还在休养 4月份联系他就失联了 这礼拜都一直在打 都一直在打 都没有回应 造势驾驶是40岁的王姓男子 女骑士希望和解 但是后来联系不上对方 脸书社群po网协询 王姓驾驶酒车只为0.20 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含重侦犯 也提醒民众如有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 可于发生日期6个月内提出过失伤害告诉 公共危险部分警方已经寒送 不过伤害告诉有6个月提告期限 女骑士的先生说 原本希望和解双方都省事 但是对方电话不接 讯息不读不回 在联络不上只好提告了 TVS新闻谢国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